繼續來看看群說現場時間 我們一起來關心是美國政治的局勢 會出現新的變化嗎 我們再把時間交給若宜 好 一起來關心到的是 今天這個紐約郵報就刊登了一篇報導 說這個美國的前總統川普 接受了一個專訪 他表示說呢 他是已經下定決心 要三度來角逐總統大位了 不過目前呢 有一個最大的代決事項呢 只是剩下到底是要在這個11月期中選舉之前來宣布呢 還是之後再來宣布呢 好 川普被爆料說 最近這幾個星期呢 是私下的跟他的這個最大金主 也就是賭場業的大亨叫做魯芬 跟他的其他支持者呢 一起來共進晚餐 討論2024選舉事宜 據說呢 在這個餐會裡頭 長期支持川普的這個魯芬呢 就要川普你早早宣布吧 要再次繳筑白宮的計劃 趕快告訴外界 參會上的大多數人呢 也都同意 不過也有人認為說呢 要他等到這個期中選舉 結果成安落定之後 再來宣布比較好 因為他們認為呢 這樣可能對川普是比較有利的 講到這個參會的部分 其實這個參會呢 都是由川普的助理們 先擬定一份這個賓客的名單 每一場參會呢 大約是有12到16人左右 最近一次呢 是在這個7月8號這一天 那麼地點就是在 拉斯維加斯都城 川普的這個旗下的酒店裡頭 與會者呢 包括了有這個共和黨的候選人啦 還有官員 當然還有川普的金主 另外呢 華盛頓郵報也報導說 是知情人士就透露呢 川普考慮要在今年的9月來宣布參選 而且呢是已經開始跟他的顧問來討論 由誰應該來參加競選活動呢 不過另外有這個星期 這個紐約時報就公布了一項最新調查 顯示說有超過半數的共和黨人 希望是由川普以外的人 來擔任2024總統大選的候選人 不過川普聽到這個消息呢 就回嗆說這根本就是一個假調查 那麼到底喔 這個川普會在這個9月公布呢 還是要在11月公布呢 時間點現在也引發了討論喔 因為11月呢 就是這個美國的其中選舉要登場 也等於是民眾呢 對於現任總統拜登施政 兩年來的信任投票 而面對川普表態要再參選喔 他的死對頭呢 是這個眾議院的議長裴洛西 裴洛西今天就諷刺的說呢 我現在不想猜測2024 誰會來參選喔 即使是前白宮臨時的主人 一起來聽 同樣延續這個川普的話題喔 今天呢川普是在這個網路上投PO文表示 他的第一任妻子呢 伊凡娜辭世了 享受73歲 他也表示呢 他說難過的要通知所有深愛伊凡娜的人 伊凡娜是已經在紐約的家裡頭辭世 不過呢他並未提及這個伊凡娜的死因 川普跟這個伊凡娜呢是在1977年的時候結婚的 1992年呢兩個人呢是才離婚 他們兩個人呢是育有三名兒女 包括了這個小唐納川普啦 還有伊凡卡跟這個愛瑞克川普 好另外呢我們要來關注到的是這個焦點在意大利喔 意大利的總理德拉吉他的聯合政府呢 現在面臨垮台風險了 由於這個五星運動黨呢 是拒絕參加國會的社福法案信任投票 所以引爆了政治危機 德拉吉就宣布要請辭下台 不過總統呢是拒絕接受他的請辭 未來解決之道呢 現在也是落在了總統的手上 但是專家警告說呢這一場政治危機可能讓意大利提前進入大選 那麼德拉吉呢也預計在下週三 也就是七月二十號的時候前往國會 如果獲得足夠的支持 他可能就會繼續的留任 如果目前政府真的垮台的話呢 大選有可能就會在秋天提前的舉行 不過這也會影響到意大利的能源危機 還有明年的財政預算 另外來關注到的就是斯里蘭卡現在呢 經濟崩潰喔 所以呢引爆了民怨沸騰 落跑總統拉賈帕克薩呢 在昨天台灣時間的晚間呢 是已經飛抵了新加坡 新加坡的外交部也證實喔 這個他是以私人身份到訪 而且是沒有尋求政治庇護的 那麼他也透過了電郵發出了辭職信 根據斯里蘭卡的國會議長表示呢 希望能夠在七天之內快速完成新總統的就任程序 鼓聲響起輝舞國旗 大聲歡呼斯里蘭卡民眾重獲自由 在首都可倫坡興高采烈 慶祝總統總理離職 總統拉賈帕克薩在國家破產 混亂中從馬爾地夫前往新加坡 抵達後透過電郵終於辭職 據華郵透露議長表明 由於署名的辭職信函是寫給斯里蘭卡人民 而不是寫給議長 議會需要通過進一步法律核查 美國聯準會升息是斯里蘭卡政府破產政經動盪 不可忽視的一大原因 但美國財長葉倫在G20點名大陸 希望陸方願意合作重整債務 王文斌回應願意在艱辛時刻 伸出援手改善民生以實現社會穩定 在尊重島國意願的基礎上 開展三方和多方合作 共同支持島國增強自主 可持續發展能力 然而斯里蘭卡外债兩大來源 是國際資本市場和亞洲開發銀行 分別占比47%和13% 大陸則位於第三占比10% 兩大债权方占比高達6成 G20在葉龍呼籲大陸升援手的同時 似乎也應該協調包括 亞洲開發銀行與日本共同 解決斯里蘭卡的燃眉之急 記者趁你先報了 大家就是在我們攝影棚當中 現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 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當然我們裝在這個霧化器裡頭 就可以做噴霧清削 非常的安全不會傷身體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問題 兒童孕婦也都可以使用 哪裡購買呢 只要到我們這個快點購網站上頭 就可以買得到